主席 小弟用忠心的祭司撒摩爾來做彼此勉勵的課題 說起來撒摩爾是神為了自己所立的忠心的祭司 他一生的表現 說起來可以讓我們做今天屬靈祭司的模範 說起來他的行為表現可以做如今我們屬靈祭司上的一個表率 我們來看撒摩爾祭上 我們一起來看撒摩爾祭上 撒摩爾祭上的第二章 撒摩爾祭上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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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節 我要為自己立一個中心的祭司 他這家照我的心意日行 我要為他建立建國的家 他這家英文怕在我的受過者民情 這個經濟就這樣人說 這個經濟如此告訴我們 神要為自己立一個中心的祭司 神祂要為自己立一個中心的祭司 他可以來照到神的心意來行 他必照神的心意而行 所以今天我們每一位是姊妹 所以如今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 說起來我們也是屬神君尊的一個祭司 都是屬神君尊的祭司 在彼得前書的第二章 彼得前書的第二章 二章的第五節 彼得前書的第二章 第五節 這個經節就難說了 說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就像活時 被建造成為林宮 來做聖節的一個祭司 所以說起來 我們都是屬神的祭司 說起來我們都是屬神的祭司 這第二章的第九節也告訴我們 唯有你們是被檢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節的國度 是屬神的祖民 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選擁那個調練出黑暗 不是紀廟光明者的美德 要叫你們宣揚那招你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我們基督徒的這個身份 所以我們基督徒這個身份 是非常的尊貴 因為我們是有君尊的祭司 因為我們是有君尊的祭司 祭司就是 人跟神之間的一個中寶 祭司呢 他就是人跟神之間的一個中寶 古約世代的一個祭司 舊約時代的祭司 就是人要憲祭要透過祭司 就是人要憲祭必須透過祭司 不是說我要憲祭我自己來 這樣就可以了 並不能說今天我要憲祭 就可以自己獨自的去憲祭 你要憲祭要透過祭司 你如果要憲祭需要透過祭司 今天去我們新約時代 在我們如今新約時代 我們都是人人祭司的時代 我們是一個人人都是祭司的時代 只要我們修世幾立基督 只要我們受洗歸入基督 要受基督的保護來結成我們 耶穌基督的保護來結成我們 我們就是有君尊的一個祭司的身份 那我們就是有君尊的祭司這個身份 所以我們應該要扮演好祭司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們就應該扮演好祭司的這個角色 薩姆尼他是一個中心的祭司 薩姆尼他是一個中心的祭司 他一生的這個表現 他一生的表現 講起來都可以讓我們來做一個很好的學習 說起來都可以給我們做一個很好的學習 在薩姆尼記上的第二章 薩姆尼記上的第二章 薩姆尼記上第二章 21節 那記載薩姆尼他在神的面前來大漢 那他這邊記載了薩姆尼他在神的面前長大 在薩姆尼記上的第一章 在薩姆尼記上的第一章 24節到28節 記載薩姆尼記載了薩姆尼他斷來以後 他的父母就將他帶到了四樓的聖殿 在薩姆尼記上的第一章 那就是從小的時候就將他歸給神了 所以說起來薩姆尼一生當中 說起來薩姆尼一生當中 都在神的面前長大 而且是從小斷奶以後就歸入主了 所以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學習 所以這邊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學習 斷奶以後就都是熟於神的 斷奶以後都全部屬於神的 所以對我們兄弟姆尼來講 所以對於我們弟兄姊妹來說 我們在靈性上也是應當多久的大漢 那我們的靈性上也是要追求成長 我們也不能一年 還是要追求成長 處理這個嬰孩的這個階段 我們不能一直處於嬰孩的階段 我們不能一直處於嬰孩的階段 嬰兒他必須吃奶 嬰孩他必須吃奶 因為他要不要大漢 因為他還沒有長大 所以他只能夠吃奶而已 所以他只能夠吃奶而已 嬰兒你如果讓他吃其他的副食品 那如果你給嬰孩吃其他的副食品 他要不要生長到一個階段 他如果還沒有成長到某一個階段 他是無法來消化的 他是無法來消化的 我們在屬林上面也是一樣 我們在屬林階段也是一樣 我們是吃奶沒錯 那在嬰孩的時期我們是吃奶沒錯 但是我們不能一直處理這個嬰孩的階段 但我們並不能一直處於嬰孩的階段 我們應當要來追求這個長大生人 那我們應該要追求長大成人 在西伯來書第五章 西伯來書第五章 西伯來書第五章 十二節到十四節 十二節到十四節 西伯來書五章的十二節 西伯來書的十二章 五章十二節 我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做債夫 誰知道 還有就有人中心性研修學的開端 另外九章 並且吃了那個必須吃奶 不能吃大牛的人 既然只能吃奶的 都沒有實現任意的道理 因為牠是紅的 獨特長大生人的 才能吃大牛 他們的心巧 少年在通達 就可以分別好派 這個經濟就不用禮咱 這個經濟勉勵我們 我們在信仰上面 在信仰上面 我們也要來 追求長大生人 我們也要追求長大成人 在靈性上 不可以一直處理這個 紅鴨的這個改端 那我們在靈性上 不能一直處於嬰孩的階段 紅鴨就是只能吃奶 嬰孩就是只能吃奶 不可以來吃這個大牛 不能來吃乾糧 所以我們 如果一直吃奶 就是沒辦法 所以如果我們一直是吃奶的話 就是沒有長大 我們也可以當長大生人 如果我們長大成人 我們可以來吃大牛 我們就可以來吃乾糧 我們可以分別好派 我們就可以分辨好壞 所以我們在屬林上面 所以我們在屬林上面 我們也要來追求長大生人 我們要來追求長大成人 我們再看回來 薩摩爾記上的第二章 我們再看回來 薩摩爾記上的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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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摩爾自重量以後 就來幾乎神 薩摩爾自從斷奶以後 就歸歸給神 他一生當中 在他一生當中 講起來都是屬於立心的面前 說起來都是屬於在神的面前 二章的這十八十 在二章的十八節這邊 這幾乎的那是薩摩爾還是孩子 穿著細麻布的衣服 屬立在雅華面前 當薩摩爾還是孩子的時候 他就穿著細麻布的衣服 他就穿著細麻布的衣服 來屬立在新的面前 勢立在耶和華面前 所以說起來這個薩摩爾 可以說是祖細麻布的衣服 就來學生 說起來薩摩爾 他是從小就開始服侍神 這也是可以讓我們 一個很好的學習 這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學習 我們要來為祖做聖工 我們要為祖做聖工 我們也是要探照 不要說等好我年老 再來為祖做工 那我們做聖工也是要趁早 不要說等到年老 我才要開始做聖工 不是說我們年老 不能為祖做工 我們年老我們也可以來為祖做工 我們年老了一樣可以為祖做工 但是當我們年老的時候 有時候身體各方面的機靈都會衰敗 可能我們身體各方面的機能已經衰敗了 身體的狀況就不像年少的時候 身體的狀況不像年少的時候 體力好 精神好 所以我們要來學祖祖 所以我們要來服侍祖 我們也是要探照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趁著我們年輕的時候 不能等到年老頭門伯的時候 這樣我還要來學祖祖 不要等到年老頭髮發白之後 才說我要開始來服侍 有時候這樣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 那個時候有時候 有時候會可能會身不由己 那到了那個時候 有的時候就會身不由己 因為 年老身體 機靈退化的時候 因為年老了身體機能退化 有時候不是說 我們要怎麼做就能怎麼做 有的時候並不是說 我們想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所以聖經裡面 勉勵我們 趁著年幼的時候 那要應當為主來做工 就應當為主做工 我們來看彈道書的12章 我們來看傳道書12章 ажд道書12章 第一節 這個經節就提醒勉勵我們 這個經節就提醒勉勵我們 不要等到年老 不要等到年老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來服侍族 要為神做工 說起來也是要把握年少的時候 這個經節就勉勵我們 人在幼年富二 這源是好的 所以主使善可以為主來做工 所以從小就可以為主來做工 說起來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就像這個薩摩尼一樣 主使善就來樹立在神的面前 從小就勢力在神的面前 我們再看回來薩摩尼基上的第二章 薩摩尼一生在神的面前長大 不然是主使善就勢力在神的面前 不但小的時候就勢力在神的面前 而且他的表現 而且他的表現 說起來神跟人都活發他 喜愛他 人跟神都非常喜愛他 我們看薩摩尼基上二章二十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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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薩摩尼他漸漸的在神的面前長大 在聖殿裡面來學聖神 在聖殿裡服侍神 但是他的這個表現 但他的表現 不像以利兩個兒子一樣 並不像以利他的兩個兒子一樣 以利兩個兒子也是祭司 以利他兩個兒子也是祭司 但是聖經曲記載 他兩個兒子是惡人 但聖經卻記載他兩個兒子是惡人 不認罰神 不認罰神 所以這個 薩摩尼他正在聖殿裡面來學聖神 所以薩摩尼他從小就在聖殿裡服侍神 他的這個表現 是可以得到神、得到人的一個喜愛 是可以得神、得人的喜悅 這也是可以讓我們來做一個學習的地方 這也是可以給我們做一個學習的地方 我們今天為神來做聖崗 今天我們在為神做聖宮 我們雖然所做的聖崗是為主來做聖崗 雖然我們所做的是為主來做聖崗 但是我們學生的都是在人身上 但我們服侍的是在人身上 所以我們的這個表現 所以我們的表現 說起來除了要得神的喜悅之外 說起來除了要得神的喜悅之外 我們也是要得到人的喜悅 我們的這個表現 我們的表現 應當時可以得到神和得到人的一個歡喜 應該是可以得到神也得到人的喜悅 像孩童主要所一樣 就像孩童的耶穌一樣 我們可以參考陸家福音第二章 我們可以參考陸家福音第二章 陸家福音第二章 陸家福音第二章 我們平時跟人的喜悅之外 都會成長 這就是記載 這就是記載 主要說 會有一個表現 主學書他的表現 也可以讓我們一個很好的學習 也是一個我們很好的學習 主要說 小時候就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主學書他在小的時候就有很好的表現 你四十七節才有記載 在四十七節這邊有 你如果聽盡他的都會被他的聖明 那凡聽見他的都吸起他的聖明 跟他的應對 跟他的應對 所以孩童主要說 所以孩童主耶穌 他也可以讓我們一個很好的學習 他也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學習 雖然他的父母來找他 雖然他的父母來找他 在四十九節他這樣說 在四十九節他這邊說到 他說我沒有運動 以我的伯父偉念嗎 難道我不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 雖然他說的這個話 他的父母不明白 雖然他說的這些話 他父母並不明白 但是他也是隨著他的這個 這個父母 這樣來到庭就回去 但他還是隨著他的父母 一同回去了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 所以今天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 就算說我們這個非常聰明 就算我們非常的聰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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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們的父母不識字 啊 但是不可以因為我們的父母不識字 我們就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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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不去 就算我們的父母可能不識字 但也不能說我就瞧不起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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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那 啊 啊 啊 我們應該有個美好的表現 嗯 應當有個美好的表現 我們的表演都應當要得到神跟人的一個喜愛 這個表現要得人得神的喜悅 所以在《使徒行傳》的二十四章 《使徒行傳》的二十四章 《使徒行傳》二十四章 十六節 這是保羅的祖母勉勵 這是保羅他的自我勉勵 也是一個給我們很好的學習跟勉勵 《使徒行傳》二十四章 《使徒行傳》二十四章 十六節 我因此自己勉勵 對神對人最準無愧的良心 這就是保羅他自己的自我勉勵 這就是保羅他自己的自我勉勵 他說他對神對人 都可以充順無愧的良心 都可以長存無愧的良心 所以我們基督徒的這個行事做人 所以我們基督徒的行事為人 可以對你去信 要對得起神 也可以對得起人 也對得起人 所以 人跟神之間的一個表現 所以在神在人之間的表現 都可以得到這個悲悲 都能夠被喜悅 我們再看回來 撒摩爾紀上第二章 撒摩爾紀上第二章 撒摩爾他的一生當中 除了在神的面前來長大以外 除了在神的面前長大之外 他也是 他的一生當中 都照著神的心意來走 他的一生也是照著神的心意來活的 所以在撒摩爾紀上二章三十五節 所以在撒摩爾紀上第二章三十五節這邊 他說 我要為自己立一個中心的祭司 神說 他要為自己立一個中心的祭司 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 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 所以 撒摩爾自小岩到大 所以撒摩爾從小到大 說起來就是照著神的心意而行 這也是可以讓我們來做一個學習的地方 這也是可以給我們做學習的地方 所以在薩摩爾祭上第三章 我們可以看到薩摩爾一生的行事為人 他都是忠心來傳達神的信息 所以三章的十八節 三章的十八節 這記載薩摩爾將他所說的話 都跟祭司以利說 都跟祭司以利說 這邊記載 薩摩爾將他所說的話 都跟祭司以利說 薩摩爾將他所說的話 都跟祭司以利說 要透過長子來傳達神的聖言 二十一節這裡也記載 在二十一節這邊也記載 這邊就記載 神將他的話來默示薩摩爾 薩摩爾就將神的位來傳遍以色列地 薩摩爾就把這個話傳遍了以色列地 所以一個中心的一個祭司 所以一個中心的祭司 是中心來傳達神的聖言 是中心的來傳達神的聖言 神所煩惚我們的命令和教訓 神所命令我們的教訓 我們就是中心來傳達出來 那我們就是忠實地傳達出來 所以聖經神的這個道理 聖經的道理 講起來我們身為這個 神的這個書架 我們不能來改變 那身為神的使者 我們並不能去把它做改變 我們要中心來傳達神的聖言 我們要忠實地傳達神的聖言 所以保羅他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學習 所以保羅他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學習 神專由接到他所說的這個位 神怎樣藉著他所說的話 他也是都中心向佩仙來勉禮的 他也都是忠誠地來向百姓顯現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的二十章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的二十章 《使徒行傳》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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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告訴你們,這裡保羅他就這樣說 這邊保羅他就說到 說趕快跟民友誼的 反而與你們有意的 他沒有一項避會不說 他沒有一樣避會不說的 該說的話他就來說 該說的話他就說 所以這是一個中心的書家應當做的工作 這是一個中心的使者所需要做的工作 因為如果一個中心的一個書家 因為一個中心的使者 不照著神的聖言來說 不照著神的聖言來說 好像一個修望者一樣 就像一個守望者一樣 該說的話你沒有跟他說 該說的話你沒有跟他說 帝叔教他來犯錯了 直到他犯錯了 這個罪要勝利什麼人的信頌呢 那這個罪要歸到誰的身上呢 所以這個中心神的祭司 所以中心的祭司 就好像一個修望者一樣 就如同一個守望者一樣 修望者就是要中心來傳達神的聖言 那守望者就是要忠心的來傳達神的聖言 豬馬先生 因爲全年 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 替我敬戒因 我好時依據黑人說 他比較愛死 你若沒有敬戒因 也沒有放戒因 讓他離開黑行 請求他的社名 這個黑人敬戒在座的市中 我卻要向你祝他送名的座 可是你敬戒黑人 他一萬無專利罪惡 也沒有離開黑行 他履下死在座的市中 你卻要求自己脫離了座 在這裡 藝人好時利益犯罪 我將這個伴家就放在他的面前 他就履下死 因為你無敬戒因 他履下死在座中 他履下死在座中 無比忌諒 我卻要向你祝他送名的座 可是你敬戒於人 讓他無犯罪 他就無犯罪 他因為受敬戒 就在座中 你也求自己脫離了座 這個警察就變得我們 這個經濟的勉勵我們 中心的這個宿舊 中心的使者 好親近的收望者一樣 就如同一個守望者一樣 該說的話 你就要來講 該說的事你就要跟他說 你來講 如果他沒接受 就是他的一個關係 如果你跟他說的他沒有接受 那就他自己的關係 因為你敬你的本分 因為你敬你自己的本分 但是你如果沒有來講 如果你沒有跟他說 讓他因此落在這個座中 讓他因此落在了罪孽裡之中 這樣就是我們沒有來講 這個 這個 進我們的本分 就是我們沒有盡自己的本分 所以這也是可以讓我們來做 思考和實在的地方 這也是我們一個可以做 學習跟思考的地方 所以薩摩尼 他的一生當中 都可以照到神的心味裡走 所以薩摩尼他一生 都可以照神的心意而行 神說託付他的這個位 神所託付他的話 他就中心 他就中心的跟百姓說 這是可以讓我們學習的地方 這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我們再看回來薩摩尼記上 我們再看回來薩摩尼記上 第七章 薩摩尼記上的第七章 薩摩尼記上的第七章 薩摩尼記上第七章 第三節第四節 薩摩尼對醫生的全家說 這個經濟 這個經濟就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這個 薩摩尼對 要是先公文字 你們認為我要留在蔡摩尼裡 這是全新的歸向神 大家跟乘偉的起來 可以相打算 這一個公文的 我們都要跟乘些人 就是馬上的 advocates 釋奉敬拜照我們的真神 我們這樣做也能夠得盟神的一個悉悶 我們如此做就能得盟神的喜悅 所以不然我們自己這樣做 所以不但我們這樣做 我們也要來堆領佩神這樣做 我們不但自己要這樣做也要帶領百姓這樣做 所以我們身為神的一個祭司 所以我們身為神的祭司 我們應當要有這種人物 我們應當要有這樣的認知 盡自己的職份 盡自己的職份 像保羅一樣 就像保羅一樣 我們來看使徒形狀二十張 使徒形狀二十張 在使徒形狀二十張 二十張二十四十 二十張二十四節 使徒形狀二十張二十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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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欠勞於生命偉念 也沒有看著報御 只要驚願我的路程 生自我對主要所所領受的祭司 正名是因為他的福音 這就講靠保羅他的心智 這邊就說到了保羅他的心智 他非常看重他的職份 他非常看重他的職份 甚至為了他的職份 甚至為了他的職份 將自己的職名都在地無故 將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 所以說不以職名為念 那不以職名為念 也沒有看著報御 不看作寶貴 只要走完他的路程 只要行完他當行的路程 生自對主要所領受的祭司 成就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份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我們要扮演一個角色 那我們每個人都有需要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們應當進我們的職份 所以我們應當進我們的職份 做好我們屬靈祭司的一個工作 做好我們屬靈上的祭司的職份 做好我們屬靈上的祭司的職份 帶領人來認罰神 帶領人來認識真神 這是神給我們的職份 這是神所給我們的職責 我們再看回來 薩摩爾記上的第七章 薩摩爾記上的第七章 薩摩爾的醫生 薩摩爾的醫生 說起來都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學習 他的醫生都可以給我們很美好的學習 他無所為佩神祈禱 他不住的為百姓祷告 這也是可以讓我們來做一個學習的地方 這也是我們可以做學習的地方 尤其一個帶領者 尤其一個帶領者 就是要為了百姓祈禱 就是要為了百姓祷告 我們看薩摩爾記上的第七章 我們來看薩摩爾記上的第七章 第五節 薩摩爾記上的第七章 薩摩爾記上的第七章 第五節 薩摩爾記上的第七章 第二章 十二章 二十三十節 二十三節 在十二章二十三節 說得又更加清楚 他說他沒有停止 為他們祈禱 他在得罪耶法 他在善道正路祈禱 這就是薩摩爾所說的話 他沒有停止 為他祈禱祈禱 他必定不停不住的為百姓來禱祈禱 所以這是因為一個斷命者 應徒有的心情 就是身為一個領導者 他所需要承擔的一個責任 為了百姓來祈禱 為了百姓來禱祈禱 這個百姓當然有這個軟體的這個地方 這個百姓當然有軟弱的地方 所以斷命者 應徒要為所有斷命的人來祈禱 所以領導者需要為他所帶領的人來禱祈禱 那我們每一個身為家長的 就是我們家庭的一個斷命者 就是我們家庭的帶領者 那我們這個 宗教教友的這個教員 那我們宗教教育的教員 就是我們這些議長的一個斷命者 就是我們孩童的領導者 那教會的頂集團團付出人 教會的長職傳道負責人 就是這些教會兄弟姊妹的一個斷命者 就是教會弟兄姊妹的帶領者 所以我們應徒無所為到我們的信者來祈禱 所以我們要不助為我們的信徒來禱祈禱 求神我們幫助 求神給我們幫助 來我們斷命 來給我們帶領 我們再看回來 撒摩爾祭上 撒摩爾祭上的這個十幾張 撒摩爾祭上十二張 撒摩爾祭上的十幾張 撒摩爾祭上十二張 在第二節到第五節這邊 在第二節到第五節這邊 這是撒摩爾祭在百姓民情的一個祖別 這個是撒摩爾祭在百姓面前的一個字變 他從年少到年老 都在他們的面前來行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撒摩爾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撒摩爾 他一生的行事為人 他一生的行事為人 說起來都非常清清白白 他一生都非常的清清白白 對百姓有阻礙 對百姓有慈愛 做事也非常公益 做事也非常的公益 這是我們每一個兄弟姊妹的運動來學習的地方 這是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需要來學習的地方 我們也應當有用這種的信憑 那我們應該也用這樣的心智 對著我們的兄弟姊妹用的主要來對待恩 對著我們的弟兄姊妹以慈愛來代他 但是我們的姊叔做人 尤其我們的行事為人 我們不能失去公平公義 我們不能失去了公平公義 我最常這樣說 我常常這樣說 神所造的我們的人 神所造我們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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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骨頭 有這個肉 有這個皮 就是有骨有肉有皮 就是有骨有肉有皮 我們這個骨頭就是 退去我們全國的這個身體 那骨骼它支撐了我們這整個身體 它是硬的 它是硬的 但是它是在裡面 但它是在裡面 我們人的這個外面 在骨頭的外面是包著肉 包著皮 那我們的骨骼外 是包著肉 包著皮 肉跟皮 它是軟的 肉跟皮 它是軟的 它是有溫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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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對人也是一樣 那我們對人也是一樣 應當用著柔和來對待人 應當用著柔和來對待人 但是我們驚慈做人 必須要有信心 給我們這個完結 但我們內在要神所思給我們 行事為得的原則 所以這個 主愛跟公義 所以慈愛跟公義 講起來這也是神的一個性情 說起來也是神的性情 這也是可以讓我們兄弟姊妹 來學習的地方 這也是可以給我們弟兄姊妹 來學習的地方 但是我們對外來對待兄弟姊妹 那我們在對外對待弟兄姊妹 應當用到這個主愛 人面來對待人 那應當用著慈愛憐憐來代人 但是我們的驚慈做人 不能失去公平公義的一個原則 那我們行事為人 不能失去公平公正的一個原則 好 像我們的身體如果沒有骨頭 就如同我們身體如果沒有骨頭 絕對無法退去我們的身體 絕對無法支撐我們身體 所以這是可以讓我們現在做學習的地方 所以這是給我們弟兄姊妹做學習的地方 我們再看看這個薩摩尼記上的第二章 我們再看回來薩摩尼記上第二章 薩摩尼他一生的一個表現 薩摩尼他一生的表現 說起來都是一個中心的表現 而且他的行事都是有神的同在 所以他所說的這個話 他所說的話 也都一句落不落空 一句都不落空 所以在薩摩尼記上第三章 所以在薩摩尼記上第三章 十九十十九節 薩摩尼記上三章十九節 薩摩尼記上三章十九節 薩摩尼一生的這個表現 薩摩尼一生的表現 可以蒙神跟他同在 為什麼神的跟他同在 為何神會跟他同在 因為他所行的都可以符合神的心意 所以神就跟他同在 當神跟他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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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 所以我們身為神的一個祭司 所以我們身為神的祭司 也應當遵照神的命令 凡夫來行 也應當遵照神的命令來行 所以神跟我們來同在 所以神若與我們同在 我們就可以做美好的工作 我們就可以做美好的工作 我們為主做美好的聖工 也是神借著我們的手所做 也是神借著我們的手所做 也不是說我們 自己是多厲害 也並不會說自己是多麼的厲害 所以 我們是神的一個工人 所以我們是神的工人 所以我們是神的工人 我們要求祝我們 這個 保守 教導而已 我們要求神的保守與帶領 因為我們都是神的工作 因為我們這些都是神的工作 因為我們這些都是神的工作 以夫所書第二章 以夫所書第二章 以夫所書第二章第十節 我们原始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 为了要叫我们走神 就是神所以为叫我们走 这就有人说了 这边就告诉我们 我们原始他的工作 我们原始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做成的 在耶稣基督里所造成的 为了叫我们行善 所以我们所做的 所以我们所做的 就是都这个 就是要得盟神的喜悦 所以桑木尼是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对象 所以桑木尼是一个 我们很好学习的对象 愿神可以带领我们 让我们都可以 真正中心的一个祭司 都让我们能够做神中心的祭司 保 Ι生做我们所免得 下午以上作为下午的勉励 我们再来唱诗 能不能